然後後面 賽了一把 這兩個還是挺厲害的 那看一下另外一個背牌組 背牌組基本上第三副套牌 獵人組這邊都是依萊克 額外多放住依萊克 他的確可以配到 有機會配到胸爆這件事情 但九成九都還是當個三三四下 那剩下就是包含獅子 包含犀牛這些去把它配滿 就讓你 專門打戰士勇 那你打後面的 比較賣你的套牌的時候 會有比較 比較兇 比較能贊助場面的怪 好我們看到 阿魯特艾姆 他先手也留大範耶 他先手留兩個要連擊的 蠻特別的 就留武賴沒問題 但連大範都要留 感覺有點勉強 就是一定要有背刺 他等於是前三手裡面 一定要抽一個0級來耶 因為你這樣子節奏才順嘛 你可以0三 然後下一回合做1加 1加3 1加3其實都還不夠好 Reverse的話 應該就是只留下呼喚吧 這對戰呼喚可以留 因為其實你前面 如果你做一些一二飛的怪 也太容易就吃掉 盜賊的 就直接被盜賊解掉 所以你需要呼喚去補牌 這三個 都沒什麼用 因為你拿武器的話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沒有目標 沒有目標可以直接砍掉 這又回到了 打賊現在還是一樣回到了 二攻武器 三攻武器的差異 就 不像什麼其他要砍學徒 你等於是 你這 左邊兩張三貓跟武器 要一起搭 才能解掉 像是軍七 或是三血的怪 嗯哼 但拿土狼的話 土狼是要摳 對 不見得有東西 不見得有東西讓你鋪 就是 對方也要有鋪場 你才可以用得到 所以他最後選擇拿 最不會卡的 三貓 好吧 那這裡 翻刀過 祈禱一下 零來了 但不是 配合一下 這個零是找不到東西點的 兩邊這個零 如果可以配合一下 希望大家 給點三個臉 這樣 估計是沒有了 我在想 如果下一回合阿魯天姆又 假設沒抽到東西的話 是不是要直接 直接收回來 直接先下一個沒連結 五欄 然後直接收回來 也不要 那你 那你在第四回合做一閃 你就直接做一閃 因為你總 總之 事費還有毒藥 可以抽 那其實也要看獵人這邊做什麼 就獵人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 那就蠻舒服 那其實可以慢慢來 直接放空 兩邊空轉了三回合 這是麥拉 好 那就 像我們剛剛講的吧 因為既然獵人沒做事 那其實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不要 不要跟著 就可以跟著不動吧 跟著不要做事 除非你打花式是什麼 你賭這個 這兩個三不會被解掉 然後你 你直接 直接螺融王中站著 下一回合零收回來之後 一三這樣 對 那花式 比較難啊 我覺得不容易啊 就你還是留著那個 讓你下一回合的毒開連擊 不過這樣的話 其實 都是沒做事 其實獵人是比較開心的 因為獵人就是怕前面 節奏掉太多 因為只要拖到 後期主爾金出來的話 其實獵人是比較優勢的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獵人 這個兩邊的沒做事 其實是有差距的 因為獵人是有在 不論是追蹤綠牌 或是主人的呼喚 對 他是有在推進 我不論是牌庫的進度 或是我幫我的主爾金充值 只能說今天 RTM他的起手 真的是 留得稍微 稍微平靡 甚至我覺得毒藥 你都可以丟回去 毒藥 你唯一的目標大概就是 他會丟出來給你 給你砍的 就只有動物夥伴 那你還不一定砍得掉 起手 先手 先手 三一可能 呃 范克里夫應該就不用了 是不用留了 就如果要選組的話 我可能是不留范 還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 如果旁邊是零可以啦 這旁邊都不是零 都沒有 還真的是不容易做夢想 好 Rivert這邊 就直接丟 因為正面是沒有倒閃 他這套也是一樣 背牌才有 嗯 背牌會有一個 喔 唉唷 唉唷 這個不一樣囉 進這個零 進這個零 毒藥還不用浪費 因為原本那個 塗下去 砍神力朗的話 是完全浪費掉的 來看他這裡拿到有什麼 打二發現 打二然後全部戳掉 這邊很聰明喔 因為他全界的話就是 不給你有兇暴狂瀾的機會 嗯 唉唷 所以你覺得阿魯貞姆如果今天 打 打背牌局的時候 他會換 他會換這一個 換第三隻副嗎 我覺得 但是 就是 只是為了刀閃 可是問題是他捨棄了 兩個武器 兩個武器我覺得太虧了 所以應該是不會換 如果我是他啦 我不會上第三套 就等於是用武器去換刀閃 我還是想要拿武器砍他的臉 這個的交易價值 感覺不是很 因為他這個是非常非常針對 就是 Token就是必死這樣 我提 不論是TC或者是 我刀閃就是一定要能把你 什麼松鼠那些全部切光 因為上禮拜 Rivius是帶Token的 但他沒想到 這禮拜他已經跳車了 對 留下全數一看 直接下車啦 對 啊 啊 Nerf版準備 好 欸 Nerf版準備 先拿回來 再丟下去 哇 然後 找一個三費內的 或者是直接做準備悶 然後 范克里夫 其實你沒找到東西 就直接準備悶就好了 其實你要準備悶隨手范克里夫也可以 也可以啊 喔他要解掉 他沒有要悶 他要解 他這樣就是 拿這個打2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悶啊 對啊 而且你悶了你多一個怪嘛 多一個怪也是 多躲一下自射 對 Rivius這邊我們看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打法 應該是 欸 你可以213先撞掉一個 這樣你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就這樣吧 必須要賭啦 你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留在這場遊戲裡 看了其他打法都 你沒辦法承受 然後就大半直接替你一拳 好啦 這裡關鍵的致命射擊 范克里夫夢想成功了 這張是不是 RM流對了 知道他沒被 他會進那個被子 他沒有這個被子 他有今天 我不信 沒什麼 打得好 不是他其實有六排 只有這兩張打對了 然後其他這個 你看他連毒藥都還沒有 不需要打 後面剛好全部都可以做 都做完了 厲害 算你厲害好不好 沒關係 Rivius你也打隊回來 好不好 三分之一 還是幫他想一下 有沒有吃 不行 這個吃一輪 吃14點 傷害剩13 直接就聽牌 因為盜者他還有其他解場 如果你這邊想要裝死的話 我要他裝死 哇 哇 哇 保重 保重 對 這種打法就是 很怕你盜者還有後續的 後續的解排 那 對 今天就是RT留了一首悶鬼 那 薄命演出法 所以 其實 悶的話幾率是二分之一啦 就是他現在變成 帶走的幾率 比較難一點 其實 我在想要不要 你想要麥拉嗎 對啊我想要麥拉欸 對啊 準備麥拉然後 再悶 直接衝了 因為你現在有個大飯打頭嗎 嗯 然後維持二分之一 制射的幾率 review是那樣打的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Uptimate排表 就這一招悶鬼 所以他應該就是覺得 嗯哼 我賭了 他0.2 0.25 有啦 出水手的話 他有機會 提高一下 就在他的視角裡面 提高一下這個 站在場上的機會 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反而有另外一個 選擇空間 炸雞有嗎 炸雞暗閃整套都有 喔那反而 就直接踢然後 直接做 對對對 因為他這個原本我想說 喔我這裡是不是暗閃拿那個 回來然後再下去可以拿房 沒有只能拿一張 就手牌要爆炸了 不然你要把被刺先戳 然後拿回來再插下去 再丟下去 那你還是要爆炸 來 二分之一 好 沒有 謝謝 但其實沒有差 因為我們知道麥拉 剛好阿魯泰米拉 麥拉也是很強 嗯 就他其實已經有做到 就只是 多看一分鐘 跟直接下課的差別 幫我續十秒這樣 也許可以續一回合 然後就被打死 還是一樣 就會就是 在他的回合投降 還是輪到盜賊的時候才投降 你被打死 一樣的道理 對 可能可以多買十秒 對 但最後可惜 其實我最把就是 阿魯泰米拉展現了盜賊的上限 對啊 說好了盜賊已死 可是這樣子我們回去聊 那個范克里夫留的道理 對不對是很尷尬的一件事 他真的是右手進得不錯 他因為先進一個0 先進一個暗閃 然後 不管怎麼樣 毒藥應該毒藥回去 因為我們看到毒藥真的是 就真的沒用 對啊 然後後來進了一個 後來再過兩回門棍 然後最後再可以發動那一回 進被刺 我只能說 他有搭配到我們 戰術商的這個slogan 對 有夢想的人 夢想前進吧 OK 那這邊 恭喜阿魯泰米這裡 開出了盜賊的上限 盜賊的上限 是不是自古到現在 都是凡克里夫啊 到底有沒有時代是不一樣的 大概 偶數 奇數賊 奇數賊是凡克里夫 偶數賊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其他所有能買凡克里夫的 都用上了 好 希望他不要進米人堂 OK 希望他可以 先把他立血 對 可以存活在我們的 戰績裡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前進是一種本能 走向更遠 走向更遠 走向更好 讓自己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只要你繼續向前 世上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各位或許很好奇 我找大家來幹嘛 請容我稍微解釋一下 那些好人占尽所有好处 怀事却得我们背 那些好人吃饱太险 破坏我们好事 也该还他们尝到苦痛 我有个精彩的计划 要回处复仇之圈 为了实现梦想 折圈头需要五根鞋之头 我换个方式 咱拿毒都救回 抖爆价 对 可是关节就能拿走蜡烛 路是这样 我看见了你的计划 是我来听听 我们一起想把他们都打挂 这个计划真是贪婪危险 有风狂 金光大大燃 全部强光光 嗨嗨嗨 这都翻牌大荆棘 好 欢迎来到炉石战绩大师职业赛 我现在已经转播到的是第二场RU10 对上Rivius目前RU10的盗贼1比0领先 对 被排局可能都不会 RU10不会换啦 但是Rivius这边可以考虑一下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对 他的第二套可以考虑上 但他第二套的缺点是他把制射移掉 就等于他 如果又发生 如果又发生刚刚那个情况 对对对对 但是合理啦 他这一套牌其实是打内战嘛 其实打到盗贼这五张牌都是有帮助的牌 可是这个你知道换了就是你连赌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其实就 所以就要看他自己怎么选择 我们看一下吧 先看他换的 因为他不会秀 他很不会秀 他们到底换哪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他换完之后 是 注意一下他 他换了薛系的背牌吧 感觉 没有 就是起有这个林皮獸这件事情 因为薛系正面是没有的 那反过来看上面 这一次盗贼买到了一个后手 现在有没有一个说法 没有贼其实是后手的几率 本来就有人在讨论 那现在是不是说每个对决的后手 或胜率比较高这回事 说盗贼每一个对战吗 就是如果他拿到后手的话 因为现在有一个版本 有一个说法是后手比较吃香 内战的话后手胜率比较高 但是其他的话 应该还是先手高一点 好那这边先抽到标的射击的结果 就是已知 他没有换下任何的 就他没有选任何的牌 除非他怎么样都不会换第三副 他还是维持他的第一套牌 那配合时间 同伙伴 先看一下这里出什么 好这个是昨日赛屏 我们今天 升副沙场 那直接被解掉 交个备刺 还是 还是他有什么 如果今天不搅 我们想简单想 就是不搅被刺 你就是那个随手要出来 随手 这样的话你就是要下 藍线素 因为我在想 因为他抽到鲨鱼之灵 所以 其实可以考虑下去盾一下 你说直接004这样 对004 好 下一回合刷两个藍线素 刷的数量 稍微有点 就是可以配合的东西稍微有点少 对 要靠暗闪去加一点 看你等一下抽什么 那因为你还有拿到两个帮众 你等于是有完整的4点法力 可以发挥 你拿到帮众如果厉害的话 对 那你很快就蛮手牌了 所以 这个想法也是 这个想法也是可以 居然抽到 可以考虑 因为怕的就是怕 致命者群 嗯 但我觉得制射打在 鲨鱼之灵上面 跟刚刚比起来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哇塞 那就是要充掉吧 充 对 这样的话他下回合是有个401的选项 喔他要另外一个4001了 原本想说可能把这个暗闪留给发现了 然后他直接拿弹线素也可以 抽三张 好 打工 他这个 比较尴尬的是 这个 当盗贼开始站台的时候 这个 你的组合是不太有用的 是因为你的组合没有 比较不主动 就是你养一只很大的土壤 本身并不够主动 但他的 战火效果跟你而言是 差距比较大 对 所以他就直接丢了 因为 就是聊到不好养 对 嗯 好 来了吧 这里 事先零双方中 来看一下结果 发现法术 跟 喔 双进化 进化 其实你可以把 你可能发现 噢 直接把它辨识 因为这个其实要解不容易 看一下 跳起来的大小 好 飞龙 很不理想 他中间那个 補鼠人体质也不是很像 就是他那个是 吃一只 然后复制他的体质 带双刺 哇 开养 这样子就这一轮 刚好原本想要 说我试费体质 再怎么样 我可以拿个3-3吧 没有 对不起 直接变成材料 刚好是被人家当炮灰狀 因为我们说这样子养的 确定就是 你这个猫 很多情况都是送死而已 就是你没办法 那换了对我看 然后留下这个 被武器换掉 诶 诶 想不到 不过这里还是可以戳掉 就是你今天先发现法术 然后 直接军系 让你的连击trigger 这样就好了 他怎么又翻个 哦没有 废用不够 哇 又不理想 最后拿废用低的 好 没关系 第二个看一下 准备偷袭 准备 准备吧 然后再砍一个 碎乳偷窃 迷幻止烟 这样的话 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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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幻止烟 他们这个前天好像也有聊到 就是有一个宿愿跟这个的选择 有有有 有机会拿 挖狗狗 对但他就是拿到 他拿到就是没用的 没用的死神怪 对 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带持续伤害 你想要把自己当猎人打的话 你可以拿碎乳 反正碎乳打起来跟猎人没什么两样 暗闪 哇 太爽了 这里 直接开始表演 再刷 有没有 这里手牌应该是 7可以刷9 哦 没事 冷血跟未鉴定 没有看到这个契约的结果 好 然后冷血 不知道为什么刷一刷 冷血 还有一个被刺 被刺可以刷掉 然后那个礼服 不知道为什么 欸 欸 26 26 哇 少四成 没有礼服 对 哇 解掉了 哇 哇 忽然 露出一道曙光 好险 上队牌組 上队牌組 没换 换了就下去了 哈哈 那 迷幻子焰开连击戳掉啊 哎呦 可以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了 迷幻子焰 然后 还是 你把野兽拳截还是可以防加成啦 就防任何他可能的搭配 看一下迷幻子焰的结果 再决定你后面两个连击要走哪一边 看一下 呃 诶 诶 有那个 这个什么什么关者 破关者 破关者 然后可以打哪一个坏蛋 听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 体质怪嘛 你还是可以加点丢 打无赖吧 打无赖吧 哦 两个打二 哦 哦 竹尔金也来 那看起来今天 那其实Riven是蛮有机会的 呃 九迷兽魂密码射击跟 捕属陷阱 捕属在这一列人 好用 对贼的对局非常好用 嗯 因为你知道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了 所以你要尽可能减少他做事的机会 你要 应该不是减少他做事 应该说他做事之后 你可以 你可以 你有东西可以是可以 强迫他去 面对的啦 就你同时也可以把 老鼠 站上场 对啊 你要嘛就限缩他的动作嘛 或者出两张牌 要嘛就是 他做三张牌 你有一个66 嗯哼 就你有个应对空间 哦 哦 我们今天没有发他 他也是很积极 咬阿絮他在想 没有这个不是 绝对没有 这个概念上应该是不要解 你九成九知道他有第二个死身 因为迷幻只已经开始两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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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那张是 哇可搞的那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当然这种情况是没办法 嗯 但他九成九另外一只死身 对 你只是不知道那只死身到底多大而已 哦 这样是不是走脸 然后下个灵皮獸撞 以 射箭过了 嗯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安排伤害吧 就是你要算算这里要打多少 就这样 那你下回合有一个 击杀命令的空间 然后在猪耳镜 然后声音让留着让你下一回合 哦 我要直接出 那这样的话 哦没有他血是满的所以没差 好 我想要不要稳 对 因为其实 对对对 因为你不一定会抽到野兽 嗯 你这个放下去等于是 多一伤嘛 但如果你今天留着是多两伤 哎呦哇 没防备 没防备盘 哇 打盗者要防备弹想想想还是挺正常 很正常 那个一没有放中间 哎呀 哇 细节细节 细节没做好 先测一下 测一下 刚刚还没测过我打头细点 误导 可能会出大爆 就这样 然后这个 让对手少补血 因为如果你提到头的话 真的很亏 虎婆虎婆直接掉了 对 没防备盼 好 好 细节就是不要再做事 知道了 你吃老鼠了 因为对面跟你 对 很危险的 你看到自己的血量 不要出牌 不要出牌 好 最终也不错 找一下 犀牛可以直接 哎呦 哇 那个六 好像拿 四方野兽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六配 还是放狗击杀 放狗击杀 会不会伤害最高 放狗击杀 这里打二还可以按天人 哦 而且你竹尔金也有一波 对对对对 因为你最后一回合就是竹尔金按下去 然后看是咬谁的头 就这样 如果他绑定下一回合 一定要打竹尔金的话 那拿放狗会比较好 没错 而且基本上 对 他等一下也只有这个选择 是 他外面那个按钮 我不知道可以按 如果你拿四方野兽 你还有在归一回合的选项 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再释放野兽的选项 但我觉得这个 他觉得直接跟你PP呢 可以 好啊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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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有个打二 手上是 对对对对 因为这里 手上 他等于有 他有十四点伤害 他有十四点伤害 然后那个狗头人最open二带走 阿鲁泰姆等于是神抽八带走 哇 这场怎么风回路转 你就觉得好像 我以为 说好Rivius的猪尔金 对 我们已经先say了一个猪尔金 我们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了 但是Rivius 从他的视角 他要防到十四伤吗 应该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十二伤 他应该只防十二伤吧 你说开释放野兽 撞三伤这样吗 对对对对 就是在拖麦迪 我觉得 他打的应该是对的 就是不要防到十四伤 我觉得 还是你觉得他可以防十四伤 我想看 你释放野兽 然后撞掉左边按天人计 然后对面如果那一对面那一对面 他把你比方说他把你释放野兽解掉 他破关者再踢你一轮 再踢的话 可是你的血量还是一样很接近啊 好像没有 就是如果 我说打怂的话 即使你开竹尔金用释放野兽解 我觉得也不一定可以 甚至你再被踢一轮 你的血量也不一定可以拉超过 但你以后可能变完之后还是被Dolfer打死 因为你还是吃了 原本就是 阿鲁泰姆没有打炸击嘛 他没有赢他不会打炸击 你还是吃了那个六点伤害 对对对对对对 你破关 而且还包含 你今天就算解了破关者 我会拉那一个坏蛋出来 然后等于是你要两破 他释放解的时候也只有一张 然后还要看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看标记射击 可能会发生要看标记射击 跟动物伙伴的配合 就是到底打谁跟射谁 不过他还有一个制射 他还有一个制射 就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操作空间 所以也不好说 他没有防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要 刚好是那三张牌 最后的那个一费 你要再击出伤害一次很困难的说明 我们这里恭喜阿鲁提姆 盗贼2比0关掉猎人 OK 这里败的盗贼对猎人下来是 盗贼是三胜二败 OK 所以也是六成胜 好啦 那我们这边恭喜 再下一层也所做这一层的盛典 那这边下一场究竟 学习有没有办法6-0呢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精彩比赛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前进是一种本能 走向更远 走向更好 让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只要你继续向前 世上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快速欣 reg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